这一个纯野生的钓鱼方法 不但省钱 而且省去了这个繁杂的开尔过程 对付一般的小人闹窝 也是非常有效 特别适合钓这种回锅鱼 或者是无限回锅鱼的场所 尤其是对这个钓法 建制少的这种坑 更好 操作起来也是十分的简单 很多的钓友用过以后 效果都非常非常好 拿坑罐盘老板 但是还有一些粉丝们 对这个钓法可能理解的不够深入 始终是感觉钓不到鱼 今天借着这个机会 我给大家详细的讲解一下 这个玩法 就是我们这个颗粒的钓法 看看你哪些细节没有做到位 首先我们来到一个陌生的水域 我通常是把杆子拿出来以后 先把漂调一下 调什么呀 就是种天到底 我们定一下位 只要露出漂的就行 我先不调漂 露出漂的以后 咱们第一件事就是 大窝子 这个地方属于半黑坑 半野调的这种环境 它里边有非常非常多的小鱼 什么麦吞 青梢 穿条子 多的是 所以我们先 打一点这个老坛 天树玉米 不用多 有这两小板就够了 打塌的目的啊 就是防止我们的这个颗粒窝链 被小鱼吃干净以后 我们没有及时补窝 这个大鱼来到窝里边没有吃的 它会留住的 但是这个东西啊 老坛这个东西 它能把鱼留住 而且是它可以有效的防止小鱼啊 你就别看这这几粒啊 定一上午基本上都没问题 紧接着啊 咱们就是 通维颗粒 这个通维颗粒的打法啊 很多人 还是不熟悉啊 咱们就是抓了一把啊 几粒几粒往里打啊 就是模拟颗粒鸡喂鱼的这种感觉啊 就是你平时到公园 你说你会怎么喂 你是一把就扔去吗 对吧 所以说 嘻嘻拉嘻嘻拉拉的 你就这么 模拟个喂鱼的感觉 我给大家说过啊 这个鱼是靠声音诱过来的啊 然后呢 靠颗粒和老坛玉米把它留住 是吧 你窝子里边有食 哎 这个鱼听着声音过来以后 它就低头捡食吃了 然后咱们再说一下这个调飘啊 调飘 我们怎么调啊 呃 一般小鱼不是怎么闹的情况下 我们是双钩带耳调平水 钓个二三四五六目 如果小鱼闹得比较凶 你就是不带耳啊 空钩 调平水 钓二三四五六目 你怎么看着舒服怎么来 是吧 深点浅点 你都能将就了 这里边要注意的是啊 我不管你们吃天亮是多少的飘子啊 这个飘尾的直径最好不要超过零点七五毫米啊 这是重点 因为配合这种精细调法 你的飘尽量的小 而且尾尽量的细 我们现在是六鱼啊 主线是1.5的 紫线用0.8的 然后咱们的钩是七号锈钩啊 这个玩法的特点就是玩的比较精细一些啊 因为打完卧需要发一卧有一段时间啊 你可以不紧不慢去调调漂 找找底 假设啊 我们用颗粒啊 小人闹在招架不住的时候 我们就把它换成老坛啊 你就挂老坛钓就行了 所以说钓鱼要变通啊 或者是用这个麦粒也行啊 有的朋友问我什么时候补窝补多少啊 这个是个变化的啊 我有些工作都是在家做好的 首先你要知道这个颗粒多长时间化完啊 像我用的这种颗粒 这个是大概是12分钟左右 它有硬心 所以说我一般就是在10到15分钟的时候 如果窝子里面没有钓着鱼 我就会稍补一点 如果说是你钓着鱼了 那么你更得补窝啊 但是不要多 就这个一捏就行啊 也就是说你要学会你判断你的窝子里边啊 还有多少底窝啊 你不能多 你也不能没有 这个是很难把握的啊 只能靠你自己去感觉了 因为每个地方的这个渔情它不同 是吧 有的地方闹小鱼 有的地方不闹啊 有的地方闹得凶 只要你钓着鱼 你必须得补 我再强调一下啊 咱们钓鱼啊 一定要灵活啊 并不是说这个颗粒就是万能的啊 我不是说光用颗粒啊 我还给大家分享过 怎么用麦粒 怎么用玉米钓 是吧 你要闹得狠了 你只能挂老弹钓 啊 你就根据这个现场实际情况去选择钓儿 钓法是不变的 咱们最后再说一个问题啊 很多的这个粉丝钓友们啊 问我这个耳料里边加没加小药啊 像颗粒啊 麦子啥嘞 大家既然对小药这么感兴趣啊 实际上我也感兴趣啊 我之前是确实是什么都没加过 往后啊 我可以去测试测试啊 泡了些药酒啊 或者是一些小药啊 加里边看看是不是效果会更好一些啊 万一要加对了 那家伙连杆包护 是吧 那不更爽 到时候我测试完了以后 我也会给大家啊 试试的分享一下 但是啊 我加了小药 你们可不能跟我师父说啊 师父是不允许加小药的 看这个颗粒快不快 你们看我咋撒的颗粒 就撒那么两把喂喂鱼 下杆就上 这来了